我感觉我女朋友对我的变化特别大 现在没事总要凶我 搞得我特别没面子 不是我总凶她 我实在是看不惯她大男子主义的样子 总是默默唧唧 管事管得特别宽 我感觉男人在家里就应该说什么是什么 可是她现在脾气特别硬 一点也都不服软 我真的特别心累 两个人在一起刚开始我也妥协 但是她变本加厉 我觉得我特别委屈 我也想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可是她现在把我管得像气和言一样 再这样下去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他们俩是夫妻关系吗 就怕老婆了 来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王23岁 同样来自河北实习老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实习老师是吧 对 教几年级的孩子 小学四年级 五年级 教什么课呢 英语 怎么认识她 朋友结果上认识她 然后我当时感觉她性格比较好 特别有一种保护的欲望 所以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你保护她 对 你追了多久 两个多星期 可以啊 喜欢她吗 喜欢 喜欢她什么 性格挺好的 她成熟吗 怎么说呢 有时候吧 感觉挺成熟的 有时候办事也挺小儿气的 让我挺头疼的 还头疼啊 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我感觉我俩在现在就是比较压抑 谁压抑 我比较压抑 你不能再压抑了孩子 你得阳光了啊 说说你怎么压抑的 来来来来 因为从小在我们家嘛 都是我父亲当家座主说了算 我就感觉男人就应该这个样子 没错 就应该霸气一点 对 可是现在在我这儿吧 他整天和一个母老虎似的 我哪像母老虎 我平时也挺温柔的 就比如说有一次 有一次 他们需要有个晚会 他想想买一件裙子 当时吧 他看上了一件800多的衣服 还是打完折800多 挺贵的 我就感觉挺贵的 800多还算贵啊 旁边不有一件300多的吗 老师 你知道吗 他其实就是特别抠 他是不舍得给我买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老师 我若是代客嘛 我一个月2000多也不多 他挣得多 他挣三四千的 一个月2000多 800多的裙子 你就敢吓得了手啊 那不是参加那个晚会嘛 别人都 行行行 这事不说了啊 后来呢 一开始没买 立马火就上来了 你 他 然后呢 顺手抄袭一块砖头 追着我满大街的炮 不可能 真的 老师你别看他个头小 力气一点也不小 不是说力气 商场里面怎么会有砖头呢 当时没买 当时没有买就出去了 出去了 对 然后呢 然后他一直想买 我就一直和他说 咱这个比较贵 买那个便宜点的 他就是不同意 你就拿起了一块砖头 准备拍他 太生气了 那么多人 不是你生气你也不能上砖头啊 不是你说参加那个晚会对吧 别的小姑娘都穿的飘飘亮亮的 我就不能穿一件好点的衣服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关键那件衣服八百多 我也没说不让你穿 你先别说 挺好看的老师 那个八百多件衣服真的挺好看 我穿上也好看 那服务员也说 你穿上挺好看的 服务员一般都说好看 不是我也觉得那个挺好看 你知道他来句什么吗 还没有那个二百块钱裙子好看的 你穿上就不好看 确实是 这什么意思呀 你说我长得丑 我没说你长得丑 不就是说 那件衣服确实是挺不错的 你说你不舍得买就不舍得买吧 走走走 但是你也不能超专头啊 我当时也着急生气我在那儿了吗 不是你是真跑啊 我真跑 你真追啊 其实怎么说呢 我就是生气 我也不敢能真呼他吧 吓我一跳 后来怎么解决的 追上了 买了 八百的 对 你说你图什么直接买了 不就完了吗 你真是 行这事过了 还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火呀 就是我感觉一个男人嘛 在外人面前 就应该 特别雄伟的感觉 没错 可是他总是老不给我面子 老是拆我的台 比如说 那有一次我哥们失恋了 给我打电话 过去之后 他说心情不好要喝点酒 我就和他喝了点 喝多了 谁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哥们也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 天也挺晚了嘛 就想着回家 毕竟是我陪他去的嘛 我哥们说回我家吧 因为当时也比较晚了嘛 也没通知他 我就回去了 没想到 回去的时候 一点面子没给我留 就把外来给轰出来了 不是 他出去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这个事 我也没有同意他喝酒呀 回来喝得最新鲜的两个人 喝酒还要同意啊 他平时都不喝酒的 你没打报告 对 我没打报告 然后回来特别晚 几点钟 有两年了吧 那回 回来那么晚 还带着一个罪人回来 罪人 喝醉人 也没地方去呀 是吧 只能回家了 你喝醉我都得不行 你还再把一个喝醉的 带回咱们家 我也不是没这样 我都特别生气 我只能把你们撵出去 你这次没用砖吧 姑娘 我拿条路 他总是这个样子 一点面子不给我留 你那么哥们怎么想 后来你们俩去哪儿过的业啊 宾馆 行 没什么事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在很多朋友面前 也不给我面子 你又干了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我有一个哥们当兵 当了四五年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就说哥几个仔 一会儿聚聚 挺好的 当时不是因为喝酒 我也和他说了 我正好见见我这个哥们去嘛 大家一会儿聚聚 认识 认识吗 可是嘛 后来他说他要回去 谁要回去 他要回去 回家回呗 然后我就偷摸的 把他领到门口 我就和他说 我说 媳妇 我说这次面子 你给足了我 是吧 咱回家怎么着都行 这么多哥们都在这儿呢 咱俩回去多不好看呢 他是要拉你一起回去吧 对 那也太晚了 你不都说几点了 老师 我当时特别就是身体上 也有点不舒服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又不能给我点面子 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呢 都看着呢 你就会要面子 我都特别难受 然后我说回去回去 他一直不回去 人家那一段也是在 然后那小女孩说 咱走吧 人家对象 领着就走了 我这儿可好 说半天不走 都在那儿 不能人家走 咱就走啊 他还给人家吹起来牛了 你知道吗 他说 就他那个样 七管炎 对象一说走 立马就走 我媳妇 我让他在这儿坐多久 他就得给我坐多久 方便了还 这叫现实报啊 我还真让你坐那么久 你让我坐多久 我还真让你坐 他当时比较生气 一摔碗 摔碗就走了 然后你呢 一会儿我就追出去了 因为我感觉 毕竟一个女孩子家嘛 自己回去也不方便 是是是 我就带她回去了 你朋友说了什么呀 反正弄得我第二天 特别没面子 行行行 没什么 就没什么 就为这破事压抑啊 主要是现在 我已经工作了嘛 他已经那个实习了 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我也有我自己的 一定的规划 你想干啥 我想开一个小餐馆 我主外 他主内 让他当老板娘嘛 因为毕竟我现在 我是一个专科 他是本科 他学历高 然后我给他 学习能力比较快 就给他报了一个补习班 补习啥 会计 明白明白了 是我 开餐馆的时候 对 想用我 想让我给他管账 不挺好的吗 我关键我不想呀 我学英语 我就想当英语老师 我不愿意跟他 一起管他那个 以后国际化 咱开个国外去 你这个专场有用 没事姑娘 他就不经过我同意 自己就去过报班 可不然我不愿意去 我没报 报了 去没去 他没去 没去就对了吗 他没去过你 回来之后 他说我说的特别难听 他说你什么 就说你这个不行 你干不好 弄得我特别没自罪心 当时我一生气 我就摔了个杯子 这事就大了 他平常都不敢 对我这个样的 还敢摔杯子了 都鼻子上脸了你还 不是 我也不是一时生气吗 你还打过来着 那谁让你给我报班的 我又不愿意去 你非得让我去 当时是用手打的 还是用工具打的 我就捶他嘛 老师 你跟他的个小 就是挺大的 挺疼的 就这点事是吧 不是 你是想跟他一起开餐馆 让我们帮你规划规划 是这意思吗 现在涉及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今年已经22 很小 我以为说 我今年已经52 你不22吗 怎么了 明年就23了 想结婚了是吧 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就是三年 五年 八年 就是在三年之内 娶她 我要就娶她 生孩子 五年之内就是说 对于工作和这个事业 就有点起色 八年就是说 更加稳定 我的规划我感觉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并且吧 我父母也已经在我们那边 给我付首付 买了房子了 你那边是哪儿啊 苍州 你老家呢 寒丹的 你的意思就是让人跟你去苍州 对 主要是怎么让老师 她就觉得她妈给她付了一个首付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想利用我 你看 开三馆 想让我给她当会计 然后人家就说 我妈付首付了 你跟我一起还房贷 我刚毕业老师 我自己也挣目了多少工资 我还跟你一起还房贷 老师 你如果 当时我父母已经说了 如果我对象 同意在这边的话 工作可以给安排 也挺好的嘛 我就想说 我们已经也两年多了 我就想着稳定下来 咱俩一起共同努力 共同发展 不都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呀 我刚毕业一个小姑娘 没多少钱 还跟着你一起还房贷 谁愿意啊 这么大好青春 全用带给你还房贷 咱俩不是一起努力吗 不不不不 我就不想还 不不不 这事别往房子上说 跟房子没关系 你是让她还房贷 还是要娶她 要娶她 娶她是因为要还房贷 还是因为喜欢她 因为喜欢她 你要娶的是一个 能听你话的贤妻 对吧 对 可是她是一个 能拿起砖球的 你忍受得了吗 现在我就感觉到 你能忍受吗 不是特别能忍受 不忍受你娶人家干什么呀 但是 之前 毕竟也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就是因为谈了两年是吧 除了这一点 别的都挺好的 行行行 问问姑娘 想嫁给她吗 如果要 不还房贷的话 我觉得可以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全款的房子 你就嫁是吧 对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嫁她 要嫁个房子呢 姑娘 现在我也没有挣多少钱 她 挣的也不算是太 对对对 房子写你的名 一起还房贷行吗 现在写她爸妈名 写你的名 还房贷行吗 要是写上我名了吧 还凑合 你们两个人可以啊 能写吗 也得本着实际出发了 说来说去 我过来 我一开始认为是一对小恋人来吵架的 后来怎么牵扯出这么深刻的问题啊 回邯郸有房租不 有 我们家拆签户好几套呢 我说要不你跟我走 不用还房贷 写 不走呀 关键 写她的名不 我俩一起去 你看 去吧 她不走 走 我那边是独生子 你独生子你还得给你还他房贷 回我家什么都不用 主要是我总不能扔下我父母远去那边吧 我感觉结婚就是对吧 老话说得好嘛 嫁鸡随鸡 嫁鸡随鸡 负上负随嘛 因为我来这边没什么不好的 先别说结婚的事 你们觉得你们到结婚的年龄了吗 其实怎么说呢 反正也两年多了 我的天哪 太多短了 你跟我说你喜欢这小子什么 脾气好 就是我你看说不好听啊老师 如果我觉得谁能忍得了自己对象 拿着板砖在街上追着他 但是他 你对这个形式认得很清楚 但是他就没有就是说气恨我呀 对 怎么着的 对 他也不害怕 就是感觉就是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包容我吧 不像别的男生就是早过几眼了 对对对 就是 那你看中这姑娘什么呀 人比较可爱嘛 人可爱 十二条路就发现那小女孩 心也挺好的 心好 你看 对 哦 好了 一对小情侣 其实说白了是女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抉择了 是回邯郸 还是去苍州 对 是马上结婚 还是继续再谈几年恋爱 这两位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的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